驚險的生死一瞬間只有五秒鐘而已 因為在雅尼有一名退休的員工 他跟朋友相約到中橫的長村池爬山 就在通過隧道的時候遭遇強症 好在就是他加速逃離了隧道口 否則就恐怕會磨埋在土石當中 民眾待在隧道裡光聽著轟隆隆的聲響 都覺得可怕 回想3號當天王先生跟朋友相約要去長村池爬山 7點出發卻在經過隧道發生地震 規模7.2的強震造成山區落石不斷 想要開車出去卻是驚險一瞬間 那時候魚震特別多 尤其在隧道裡面聽到魚震的聲音 那個有共鳴的聲音真的很恐怖 如果說再差5秒鐘 我的車子剛好到處就全部買掉 就差5秒鐘跟死神擦肩而過 人車困在隧道裡 魚震不斷 內心驚恐 想要找尋出路卻是落石不停 車輛一個迴轉掉頭 卻有不同發現 清除路障自行脫困 趕緊趁著沒有魚震的時候 受困民眾全都自力搬運落石 暫時清出一個通道 車廠當著出口啊 那落石比較少 沒有魚震的人在一小段 就花了八個字都清理 搬開 挪出一個車道來 就車子可以過這樣 大伙同力合作搬運落石有人協助指揮 終於平安脫困 王先生是雅尼退休員工 原本想要上山欣賞泰魯格美景 屠如其來的強震 卻讓他體驗到生死瞬間 最終是平安返家 但這人生經歷恐怕永生難忘 記者 綜合報導